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這部影片算是非常臨時想到要拍的啦 先跟大家說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平日會待的地方 就是學校附近桌的房間 那為何突然要拍這部影片呢? 我先讓大家回顧一下 然後先給大家五秒的時間 假如右上方這部影片你們還沒看過的話 先趕快點進去看 不然你接下來會被爆雷 好,五秒到了 總之我之前有提到說我家裡是缺一台螢幕的 然後就扛那台超大超古老的CRT下來 內部當然只是做效果用的啦 不可能真的拿來用下去 所以到頭來我還是需要買一台螢幕的 那買螢幕這個事件 其實個人本來沒有想要拿來拍成一部影片的意願 因為不就是買了 開箱然後擺上去就結束了嗎? 這種開箱影片在網路上一大堆 自然就沒有想拍的動力了 不過這裡先想了想 其實我要做的事情好像遠遠不止這些啊 而且我覺得途中會遇到的麻煩應該還不少 總之就內容程度而言 應該足以拿來拍一部影片了啦 首先從挑選螢幕開始 這幾天我有在網路上稍微survey一下 因為個人對螢幕這方面其實是算一竅不同的 只能在網路上找別人推薦的 就這樣到了今天早上 我在某知名論壇的二手版看到了這篇文 一台掉的24吋螢幕賣5500塊 呃...好 其實這個價格已經完全超出我的考慮範圍了 更何況這個還只是二手價 BUT 底下就有一則推文說 螢幕不錯 意思就是螢幕的價格不錯 於是我就翻了一下同個板上相同型號的螢幕 發現賣的確實都比其他人便宜個至少1000塊吧 看到這個價差整個台灣人的心態就上來啦 就是一個雖然很貴 可是很划算的行動感 那當然二手的東西之前就有藏過一次苦頭了嘛 我買到一張壞掉的主機板 然後花了一堆願望錢 這次賣家賣便宜1000塊 雖然他是說物品狀況皆良好 但也不知道會不會有我覺得是瑕疵的瑕疵在 不過比較不用擔心的是 假如要買的話 我會跟他用密交的方式去拿這台螢幕 就會是一個當場就能檢查的機會 再來二手版的生態 基本上就是誰排第一個誰先買到嘛 雖然心裡還是猶豫著 但身體還是很誠實的 戰略心跟賣家說 我想買這台螢幕了 總之後來我應該是卡位到第一個了啦 所以買到這個螢幕的機會 目前是在我這的 那雖然我有在跟賣家說我還在考慮 不過當然不能考慮太久嘛 會影響到後面排隊的人的權益啊 雖然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人在排啦 總之我最好要在今天之前給他答案 那我猶豫的點除了價格真的不便宜之外 還有它的尺寸 等級以及怎麼擺放 先說一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地方 就是其實我新買的螢幕是會放在這個房間的 然後現在在用的這個螢幕就是拿回我家當第二個螢幕這樣 畢竟我現在平日一個禮拜五天都在這嘛 要是買了新螢幕結果一個禮拜只用兩天 感覺怪浪費的 總之第一個問題 其實24吋這個大小 以現在這種擺法真的差不多接近極限了 現在這台螢幕是20吋 嚴格上是20.1吋啦 那Dale那台嚴格上是24.1吋 稍微量了一下 24.1吋的大小大概是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還要再長個4公分左右 所以大概會是這麼大一個 如果要像現在這樣擺在筆電螢幕上面 我會蠻擔心上面會看得很吃力 再來是等級的部分 這台算是2014年底上市的螢幕 結果現在價格還是逼近了9000元 會如此高價的原因 除了Dale的螢幕本來就不便宜之外 它還是屬於比較高階的U系列 這個系列主打的是它的顯色 除了是我比較喜歡的IPS材質 校色也十分準確 好,說到校色 這個對於常修圖或看照片的人來說 或許很重要 只是對我來說 我還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必要 對,雖然剪片之類的工作也有需要 只是我都用了這台超過10年 也不知道校色準不準的螢幕 產出多少部影片了 應該說我本來就不是那種 影片顏色一定要調到吹毛求疵的人 所以這種螢幕對我來說 會不會是一種浪費 再來我覺得浪費的一點 就是它還給我配備了5個USB 3.0輸出 4個在底下 一個在背後 好,你配備這些額外功能很好 可是我幾乎用不到啊 而且筆電的USB 我要接就直接從這邊捅進去就好 這台我還要伸到後面慢慢摸耶 再來就是怎麼擺放的問題 眼尖的各位會發現 這台螢幕是支撐在這個螢幕架上面的 不然用原本的底座絕對會是不夠高的 那這個螢幕架其實是在量過筆電跟螢幕的長度後 請人訂做的 所以打開之後它會剛好在螢幕之上 然後寬度跟深度也都很符合 也就是說換了一個螢幕之後 感覺又要額外去調整很多東西了 再來是這個東西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是怎麼支撐它的好了 對,黏著亂七八糟 而且多虧這邊還有凸起來的東西可以靠住 換了那台之後就真的不確定了 然後後面這裡還墊了一塊 不然整個螢幕會往後倒 就是用了一堆泡棉膠給它固定住 底下這邊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也有塞泡棉膠 而且我還用到那種撕掉後會有一堆殘膠的裂質泡棉膠 所以我相信到時拆掉後會崩潰得要死啊 總之就是這些原因一直讓我猶豫啦 但某些好的地方我是真的覺得心動 而且這款在網路上的評價也很不錯 不過就是一些too good的地方 真的會讓我覺得花這些錢到底值不值得 然後現在是11點多 我最好要在12點前給賣家檔案 唉呀,頭痛 嗯?這麼快? 我現在是在捷運的2號出口 因為我跟她是約下午3點 我2點50分就到了 因為想說來這邊可以先拍一下東西 所以我已經講了一些話 結果 50分到的時候我剛要架的相機 他就來了 那個賣家就 把這一箱過來了 反正剛剛我有跟他確認說 螢幕有沒有一些瑕疵啊 然後那些 發票的保固相關的東西也有跟他確認了 那大家在這種地方是沒辦法開機過電啦 不過這個等回去的時候應該也可以再確認 總之是簽是拿給他的 所以 我們就回去再開箱吧 這箱子大小應該又創下這個頻道的新紀錄了吧 我們就來做個簡單開箱吧 因為今天有稍微下一點雨啦 所以賣家就很貼心的包了這個塑膠套上去 這是他包裝前面的樣子 燕明真身他是ultrashark系列的 然後他也是屬於我喜歡的窄面框 然後這個是他的螢幕本體 廢話 然後型號是U2415 Our award winning monitor with unbeatable color 這麼有自信 啊也是啊 他之所以這麼貴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發射啊 其實我也還真的蠻期待他的發射表現到底是怎樣的 而背面就是他的螢幕背面 還有這些插孔 跟他的一些規格 24吋 還有螢幕的側邊這樣 好啦我們可以將螢幕拿起來了 然後他有附三條線 一個是USB hub用的 就是這邊是接螢幕 然後這邊是接電腦 再來另外一條線是比較特別的 他是Displayport的線 到時候我應該會接這條線到顯卡上面啦 然後這一段是接螢幕的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電源線 算全新的那種開箱 他是連底座那些都還沒有接上去啦 不過賣家是直接把這台螢幕放進這個箱子 裡面有沒有什麼保利龍啊 不過這個他之前就已經跟我說過了 總之這個底座也算是掉螢幕的一個大賣點啦 除了可以這樣子上下滑之外 你需要的時候他還是可以旋轉的 這可能打扣的或是看一些網易的時候 算是還蠻好用的 然後其實就厚度來講 他其實不算是那種超薄型的啦 不過這我就沒差了啦 反正要看的時候 我眉只會看他的正面啦 他厚度什麼的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差 再來背面 從這邊看得到的 只有這個額外的USB hub 插槽那些 你們這樣看得比較清楚啦 這個跟我之前買的所有螢幕真的都是天差地遠的 比如說我家裡那台AOC的螢幕啊 雖然看起來他的外觀好像還蠻高檔的 可是其實他應該算是一個低階的螢幕 像他的插槽除了一般的那種電源之外 視訊輸入的孔就只有 Dsub跟DVI而已 對他是沒有HDMI的 而這一台呢 我來看一下喔 兩個HDMI 兩個DisplayPort 然後一個 Mini DisplayPort 這個是USB Hub的輸入 然後這四個是USB Hub的輸出 喔他連耳機的輸出都有喔 1 2 3 4 5 6 7 8 9 4 11 12 13 一台螢幕我們就有13個接孔了 我開始感受到Overprice的威力了 喔對所以他是沒有我之前說的那個 Dsub跟DVI的接孔 全部都是這些比較高檔的接孔了 那到時候我的顯卡 因為有DisplayPort的孔嘛 所以到時候我會將這個孔接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就接到顯卡這樣 在退下這台螢幕之前 我們先來比較一下吧 這個按鍵 因為他這個按鈕是電容式的 所以按下去是完全沒有回饋感的 說實在的有點不喜歡啦 不過要按的次數應該也不多 所以沒差啦 喔所以他沒信號的時候 會用那種呼吸燈的方式來表示 感染好像什麼東西 用呼吸燈表示都有一種質感在一樣 欸 有了有了 有沒有想到 三個Miku就這樣直接出現在面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亮度的關係啦 這個畫面就是看起來很有感的比較好耶 雖然對啦 如果沒有比較好那還得了 而且對啦 大小差了4寸 就是真的感覺出差異來了 喔然後之前一直沒有講到的 螢幕比例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兩個都是比較非主流的16比10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台的解析度它只有1680x1050 而這台的成達到了1920x1200 一般的1080P螢幕解析度是1920x1080嘛 所以這台就是上下多了120個Pixel 雖然這樣平常看16比9的影片都會有上下的黑邊在 不過也因為額外的像素 整個工作區域也相對變多了 不然一般的16比9螢幕 它的顯示區域可能只有到這邊而已吧 這些都是我覺得16比10這個比例還不錯的原因啦 那這或許就有人會問 那為什麼不買個 2K甚至4K的螢幕 這是因為要拿來跟筆電螢幕搭配的話 如果要達成這種介面大小的無縫接軌 就要注意螢幕的像素密度了 我們常用的像素密度單位叫做PPI 全名叫做Pixel per inch 就是1英寸內有多少像素這樣 我們直接用網路上的PPI計算機算算看 筆電的螢幕是15.6吋 解析度是1366x768 這樣子算下來是100PPI 而那一台最有螢幕是20.1吋 解析度是1680x1050 這樣子是99PPI 也就是說這兩台的像素密度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同一個視窗看起來才不會一邊大一邊小 那這台螢幕的話我直接跟大家講計算出來是94PPI 所以這兩邊的大小看起來就有點差別了 不過還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啦 不過如果我們用同大小然後2K的解析度去算的話 它就會是122PPI 這時同一個視窗到這裡就會小很多了 看起來就是會怪怪的這樣 而且1080p解析度對我來說已經夠用了啦 再高也沒錢買了啦 好現在我們要進行人生最難的地方了 那就將這一坨給分解開來 我覺得我先把這個螢幕放到安全的位置好了 首先平板的部分應該是相對好處理啦 就是把後面那些亂七八糟的膠給拿掉就好了 雖然說是蠻好拆沒錯 可是你看這個泡明膠的品質 真的輕輕一撕就會有一大堆殘膠在上面啦 然後被命連過的地方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平板的部分就還是不要放在新的螢幕上面了 除了不知道怎麼連之外 連上去都會有一大堆殘膠 然後這台螢幕你要先把這個線給先拆掉 好現在我們要解的就是這個連接的地方 還有上次我講的這邊下面也是有泡棉膠的 總之我們就從前面開始拔擠吧 我聽到殘膠的聲音了 然後背面這塊木板它從牆壁上面拿下來了 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買便宜的泡棉膠 真的 操操我們拿起來了啦 反動一下好了 喔唷唷唷 不解釋了 真的不解釋了 螢幕上的殘膠不說啦 這是牆壁上的 還有這個可能還會用到的螢幕架 都要好好地清理一下了 而且非常堵爛的地方是 這個殘膠 它真的不好清理 是很好拿掉沒錯 可是它就是有這麼一點他媽的 啊 現在大家能理解為什麼我說這是人生最難的地方了吧 反正這些殘膠就大致上用手 輕輕拿 意識上就好了 你們看過世界上最療癒的影片 那你們有看過世界上最不療癒的影片嗎 當這些東西真的存在在你的生活中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想死 那另一個問題點就來了 因為它這個地方算是比較窄的 新的螢幕底座覺得是比這個還要寬蠻多的 所以這樣放上去的話 對它是超過很多的耶 雖然不去特別搖動它是嗨話 不過還是有一些那麼不穩的 而且這樣打開螢幕的話 對啊它這邊會卡到啊 天啊 這就代表說我筆電一定要往比較前面 它才可以不要卡到 我覺得這一塊真的是個大麻煩啦 因為它底座真的是太大一個了 再來高度的話我這邊是已經調到最低了啦 我實際做的看一下會不會太高好了 老實講會有一點 反正這件事情就會再處理了啦 現在快7點了我們就先吃個飯好了 結果一轉身看到這個畫面 我真的又開始驗視起來了 殺了我吧 好啦 正是先這樣啦 我把螢幕架給拿掉了 這樣子高度來講 至少是OK的 然後後面還是拿這個亂七八糟的木板下去墊了啦 而且因為泡明膠拿掉了 所以這個整體來講應該是十分的不穩 那也因為螢幕架拿掉了 所以它也是沒有辦法翻轉了 總之這應該是暫時的解決方法啦 我應該還是會想一些其他的 不然哪一天我真的很怕它突然掉下來 5500塊就不見了 而且才剛講的它這邊又歪掉了 唉唷 真的好不穩喔 不過這樣看起來就是真的舒服很多了啦 至少看最上面的地方 你不會有那種一直要太多看的感覺了 反正先這樣啦 我就拿去吃飯了 好 用了幾天下來 我來說一下我的感想 首先我來選擇用這個拍法啦 就是拿掉原廠底座 然後放在螢幕架上面這樣 這高度算是這種拍法的極限了 再低會被前面的筆電影擋到 再高看的時候頭要往上仰很不舒服 雖然這個底座變得完全沒有用了 我是真的覺得很可惜啦 不過這就是一個妥協了這樣 而現在這個螢幕的後面 依舊是用那塊爛木板加上爛泡棉膠去支撐的 因為 我懶得再去拿其他東西去試了啦 目前有穩定住就好了 其他圍巾也不見圍巾了 而原本放在螢幕上的平板 我也找到更好的方法了 而且 絕對是比之前穩定許多的 至於從20吋升級到24吋的感覺 只有一個字 爽 視覺很明顯的開闊許多 而且不會大到看起來很吃力這樣 更不用說這個窄邊框 看起來就是一整個 感覺做什麼事情心情都變好了 考試也都考100分了這樣 至於發射方面我也來補充一下 其實在剛開始用的時候 顯示出來是有色差的 只是當時我已經用了一陣子之後才發現這點 不過好險在網路上 有人提供這款螢幕最佳的調色數值與設定 調完之後 一切都正常許多了 而且發射無庸置疑的比那台老螢幕好了 上幕演如我 可能真的看不出它的發射有沒有到那種 贏得獎項啊 無懈可擊啊 什麼的 不過我都花那麼多錢 買一台我壓根沒考慮過的牌子 等級還高成這樣的螢幕 對這個我只能說一句 反正我是信了 至少現在每次開電腦都有那種 原來我的手機畫面也能那麼美的感動 這應該就算對得起自己的荷包了吧 不過這塊面板 其實有一個平常看得出來 有些人甚至不能接受的毛病 那就是亮暗不均 從這張顯示全白的圖就可以發現 有不少地方 尤其是角落的部分 都是有偏暗的情況 不過這張我有刻意將相機曝光量調低啦 讓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實際看的狀況比較輕微 不過它依舊是個問題 那遇到這種情況 如果在保骨內的話 其實應該是可以拿去送修的啦 但由於亮暗不均 本來就是IPS面板的痛病 所以修回來應該還是高機率會有亮暗不均的情況 只是言不言重的差別而已 嘛 這個等我哪天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我在考慮要不要拿去送修好了 總體上來說 我是很滿意的 因為花了那麼多錢 即使不滿意也要催眠自己讓自己滿意啊 沒有啦 我是真的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這部影片差不多就這樣啦 這個螢幕應該沒意外的話 會陪伴我超過五到十年啦 最後有什麼有關它的動態 我會PO到我的FB專頁 感覺好像是炎陽什麼寵物一樣 那你們有什麼想法 尤其是對這個擺設有什麼更好的意見的話 也歡迎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這個非常臨時要拍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結果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 一個蠻大的問題 那就是 我的螢幕 有一個亮點在 有一個小小的紅點在這邊 看來 這會是聊一個故事了